欢迎大家回到港曼,咬咬借邦 第二次,刚才说了几个博曼 这也是万本的,现在说回报卡 如果你没有听开第一集的话,自己听吧 报卡以前有很多邪道,但现在走路正 但是港曼比较少,只有一本 我暂时找到一本,如果各位师兄弟有找到 而报卡有《患游先行》由孙威君寫的 他的故事,如果你说有很多气质感 这个气质感,我觉得有点像胡忍 因为他一开始就是爸爸 他那个世界有几种不同的神兽 而那种神兽有不同的力量 男主角的父亲就是火门的大师兄 雷门的大师兄 他跟一个雷兽打的时候,就失踪了 而下一个画面就是男主角的大小 就是雷门的其中一个门生 他们去一个地方,去开一个大的宴会 就开始看到有其他不同的门派 什么火门、封门 在一个火箱上有一些打斗 另外去到那个画面,也有一些比较幻想的空间 来我看,我觉得暂时几个网站下面 这个我看得最舒服的 一来是彩色,二来它分镜 最好就是这个 我稍后尽量截图给大家看 那 但是 你不要截那么多 你整个截图 整个截图 不,那只能分几格 还有,刚才小辈冲凉那个已经截图了 我放到讨论床 大家可以上去看一看 另外就是 血崩侣 血崩侣打飞机打得出水 那一页也是放上去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当然,你除了看外团圈的需要 但你也要去看那个APP去支持一下 如何支持,我真的不知道 我收藏了 那我都赚好了 那我不知道 有什么方法可以再支持 我想有人点阅他又有办法收到广告的钱 虽然我看的时候不见他有广告 但可能他有其他套 我想看,或者叫身边的朋友看 那应该都可以帮忙 我相信香港的朋友 我也没有什么见过讨论 或者有分享 我相信香港的朋友看是比较少 可能大家支持一下 虽然要看《残底志》 或者他未必留意到 因为好事不相瞞地 我电话是有其他用来看《邪道》的网络APP 那你一登入《邪道》的网络APP 其实他的首页和置顶 都是我们刚才介绍过的 《血斑侣》 《恶火天使》有个约会 还有几套真的是国万 他是被人置顶了 那为什么邪道的S会这样置顶呢 我相信跟官方有一个合作的关系 邪道再分享他 邪道再分享他 但是邪道是用一个特别开专区给他 就是置顶 是推介 不是 那时候也很搞笑 故事就是 那时候是做《野狼丸玛丽》电影版的 有一个《邪道网》 做了一个特辑 将《野狼丸玛丽》 放在字顶上去推介 然后台湾的电影公司 就在他们的官方平台上 分享这件事 然后就立刻笑他 提醒他 是邪道来的 不要分享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还是是合理的 还是有联系的 应该是联系的 应该是联系的 因为他除了置顶之外 你说今次是 今次是 因为我平时设计的APP 一进去就是最新更新的漫画 现在是有一个三秒的广告 那一定是他有六套推介的漫画 有三秒 过完三秒才进入主页 所以很有理由相信 是一个联合的计划 你也是在说慢本 是吗 不是 另一款是用来看邪道的 即是他推介慢本 是慢本的六套 慢本的六套 但是慢本也有一个花生 就是因为 通常你安装这些大陆APP 或者这些APP 你待机的时候 去买廣告 我一天很奇怪 我做了一些 咦 他有西游看 是慢本的APP 他有西游看 然后他设计 他设计了 然后进去分享 已经没有西游看 然后再进去有死神看 即是Beat 是的 有Beat看 我又进去分享 是没有的 那我在想 奇了 这个偵探头脑突然间插动了 究竟 什么事这么神奇呢 难道我心想 会不会在大陆IP 进去 就会看到邪道呢 当然 那就试一下 VPN试 这样搞很久 因为你知道 在大陆翻墙出去 相对比较容易 你要翻墙回大陆 是很难的 那我就搞了一轮 终于都是一样 都是没有的 好了 可能那时候 我开头说 他们是 不知道是用别人的程式 还是用别人的程式 因为他跟其他邪道APP 其实很相似 会不会因为 别人的邪道APP 自动卖广告功能 连接了他的 即是卖别人的程式 卖别人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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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没有求证 我也没有向官方求证 因为我打算回来先说 我以后就会向官方求证 看看会不会是这个情况 或者是 用西巴利亚IP 进去 直接看到邪道 因为我就不知道 可以见识一些在国内工作的听众 可以叫我帮我们试试 我刚才准备了 那个POP UP 叫我看西游的POP UP 我一会 在POP UP 大家讨论一下 分析一下 就是这样 今天暂时 我们分享了几个APPMAN 大家也支持一下 不需要钱 看看你有什么意见 我想他们也有些弹幕 总之是他们的APP 都会讨论一下 你也在留言之前 我也看到很多香港朋友留言 凡体词留言都可以留到 虽然你会给一些减低词 会和你切磋一下 或者隔一隔 但你也可以照留言 大家讨论一下 或者直接去我们 因为刚才说的几个作用者 例如草成老师 牛佬老师 孙威君老师 我们很公平 大家都叫老师 可以直接去他们的POP 对他们的意见 或者赞赏一下 或者你也有看 就这样 Edmond就说到这里了 下本说什么好呢 有点难选 龙虎门 好啊 我好久没有说过龙虎门 龙虎门 我刚才说我有负责买的 我都觉得 《笑猪之王》 他在去年羊年的宝座 就被火舞侵侵了 这个最高的地方 可能他也因为这件事 也耿耿之怀 或者见我们经常都不说 他的《笑猪》 他们自己也加了喜剧角色 加了《童真》 这个《童真》 就是早几期已经有出的 类似是一个龙虎门武林公手的Superfans 他们每个人都很喜欢 可能陈诚也喜欢 黄小虎也喜欢 黄蜂雷也喜欢 黄蜂雷也喜欢 他们会在他身上加一些get 譬如 上期说到韦陀和飞妖去到大幕 从 Zoe原下集建兵 招三宝进去 陈语批那棋 监佐翔和伴语别流罗 第三架 就是zza mos 韦陀 打太多十神 我们遵律 随后 还 cut几� dimensional 飞妖九龙流罗 便打几个流罗 打完之后 我觉得韦陀 赶在战性 Beispiel 因为 Carefans 也有点格斗 Leonardo 全部都是掌影飛來飛去 有拆招 但不夠力 畫出來不夠力 不過不是重點 龍虎門你想怎樣 對不起 但我覺得有少許東西看 因為我本身也是一個斯德高院窩症候群的病患者 他給少許東西看已經很開心 而他笑得到就是 剛剛有一個女生 被之前的大衫 即是剛剛那個新角色 派她來接影韋台 在那段時間他覺得童珍 即是那個Super Friends 很煩 經常打她的頭 踩她的腳 不讓她說話 那些小位加了 而這就是新角色的第一期 而今期就說他們 已經救走了路妖 而火人石神和黃鋒女 就去到古月派那裡 希望拿到這個非星訣 去醫治他自己的大蟲 即是可以爬上面整條青筋 那條大蟲 那條七蟲 用非星訣 和地單溶化了 就可以救回自己 控制了那條大蟲 而去到非星訣 一落地就說 我給你三億 真神醫院當然也是不賣帳 他當然想要那三億但是不賣帳 而 那裡 開了條件 就是 你三億你怎樣都賣帳 但是你派一個人出來打打三場 如果你贏了 那你就賣帳那三億 如果你輸了 你照賣帳三億 但是你的非星訣就要給我 而想著火仁詩 問火仁詩念會落場 真神那邊就問火仁詩念會落場 你落場當然不賣帳 但是火仁詩說不落場 而一出 原宣想著就是出黃蜂雷 誰知道原來 石香龍和銅真已經落了 已經在他們背後的直升機裡跳出來 開始跟他們打 其實仇人見面 粉紅眼紅 因為石香龍就是炸之前炸了 古月派的其中一個 他整個機地炸了 炸他的機地那個 仇人見面 粉紅眼紅 而銅真就在這個時候出現 還要笑咎他們 雖然我們這樣看 好像不是很好笑 但是如果你是作為一個龍虎門的讀者 可能已經是很好笑 因為銅真就穿了石香龍那件蝶子衣服 再揹上黃蜂雷的反轉十字架鏡鏡 而且他的背心那件被褲子 其實是黃小龍那件外套 黃小龍那件外套 對 他的背心外套其實是黃小龍那件外套 而當然 石香龍和黃蜂雷當然是起床 黃蜂雷馬上揹爆了 這些笑料其實很容易說是 不是太出色 但是在龍虎門裡面相對比較少見 你也看到他是想嘗試創新去試一些新的東西 也是正面的 也是抱一個正面態度的 或者他希望用這些來保持笑書之王的地位 但是 其實銅真出場的時候我還沒有剪輯 我還在買 但是他出場的時候我就在想 你既然想做一個搞笑的角色 是否應該做他的造型比較年輕 因為銅真是白虎 然後有對老鼠的門牙 搭出來 搭出來那種感覺有點 有點奇怪 我明白你是想玩一個瘋狂粉絲 其實你也是想做一個奇怪的角色 但是我覺得你做一個比較年輕的 但是這樣去追星 可能 甚至如果你說到追星的話 可能你是做一個女的出來 因為其實這個銅真 他叫做二人銅真 他不是出來搞笑的 因為他背後是有另一個組織的存在 因為跟 他加入了古月派的龍武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殺手組織的人 他從殺手組織逃走了出來 他跟二人銅真應該是有點關聯的 跟肥佬大生也是有點關聯的 其實這些人應該會是另一個勢力 我們現在所知的古月派 被王少傅炒了 俠王那個叫什麼 蕭瑤派 但是古月派也沒有了 聖僧又炒了 今期毒王也炒了 毒王也炒了 只剩下萬雷老母 然後 萬雷老母下期也沒有了 然後龍城雲和龍戰也沒有了 為什麼萬雷老母下期也沒有了 因為最近其中一個很大的伏線 就是他們進入一個秘董裡 即是龍虎門老主神堡 進入地堡裡 找到老祖宗留下的四本魔法秘笈 就是《非聲訣》 《九死蛇公》 《窮初寶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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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萬雷老母在爭 而今期最終得益者出現了 就是失了益 想做天日無敵的白仇 就足以學到《非聲訣》 那下期理論上應該是 用這個吸功大法 吸引了萬雷老母 《窮初寶甲》 《窮初寶甲》 而同一時間 我們都不禁心中探一句 《八仇》 不如死了她那個 其實今期八仇 學了《非聲訣》 就算是好一點 你之前八仇的五十度陰影 又懶人有乳頭 又吃蠍子 你想想再數遠一點 他為什麼沒有畫出來 是萬雷老母想像出來的 那那個位置不是二頭 那當然是 是嗎 沒有理由 你想想她之前 被自由拔斷了兩對手 然後弄死了 然後弄死了 然後弄回她的機械手 變成了西城時候 但她就像個小丑一樣 打倒了輸 然後被陳奴雲打 變成毒狼 真的變成毒狼 現在算是好一點 但我覺得殺了她 無謂這樣折磨這個角色 但是 你說 這個角色有沒有用 或者你當她是龍虎滿體 你當她是 不用說合二 或者不用說龍虎群英三傻 我覺得你看看白仇 我覺得這個角色不應該再拖 純粹 但是沒有 你還有什麼可以發展呢 我想應該也不會玩得太久 因為她拖 不是 我覺得 發誘應該會繼續 之後會繼續 但是她現在在煲的這段氣氛 應該不會再玩太久 可能又會先收她一段時間 反而我覺得她背後龍虎的殺手組織 因為龍成雲和致尊會是有關係的 再加上殺手組織應該是想玩回中國那邊 是 但是 你說在龍虎我也覺得很搞笑 但是這個殺手已經很奇特了 這個用中國功夫的殺手已經很奇特了 用棍 這個用棍的殺手 還有一個不笑的用棍的殺手 今天說 今期就說她不笑的 但是今期就剛剛笑了 寫龍其實因為和我毒黃蛋 你小心啊 毒黃的毒 這個混蛋 好毒的 還有我的血可以解慢毒的 你不用擔心我 我支持你 接著 暗龍回頭對寫龍微微一笑 這個不笑 用棍的殺手 竟然對寫龍笑 然後 黑龍是出了什麼龍虎門 伸著龍虎門的總仇 總仇 他不一定是受大小的肌佬 和他有關係的全部都是男人 那 微微一笑 原來就說 然後有童真出來解釋 就是 這個人平時是不笑的 但是當他一殺人的時候 他就笑了 其實整個報紙都很搞笑 因為那個 首先用棍的殺手已經很搞笑 這個不笑的殺手也很好笑 這個不笑的殺手對寫龍笑也很好笑 這件事我覺得還可以的 正如我這樣說 我是一個斯德哥隱魔症候群的病患者 我覺得龍虎門都能看過的 如果不用錢的話 但是你現在 我給了錢買的 我給了錢買的 我給了錢 你們知道我不用錢 這本就買一本就夠了 鐵漲就買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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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價買三本 一本就買三本 我不是這麼大的 我不是這麼大的 你左邊角一本 我們已經錄了音 右邊角一本 我們會剪出來最精神版 然後中間放一本 合定本 大家都看 不用煩惱 龍虎門 你怎樣看這段戲 他們之前不是兵分三路 現在都差不多玩完了 我正面的 雖然我經常被人吵 你還是正面的 對 我正面的 始終沒有我悶 因為我想 我負責買龍虎門 就是買不買笑的 但是 如果日本的劇情太夠 以外找不到笑點 其實很悶 但是 這樣的劇情我覺得還可以 一來多些人 多些人拆散去發揮 譬如 白愁 你心裡有些 叫做彈了出來 另外就是 老妖這幾段戲 我也覺得挺有趣 我覺得還可以 不會每次都勾打 一班人勾打 還有你想想 以前 很早 小立民的時候 他都是拆散所有人 拆散所有人才有危機 你才會有戲好做 你現在加一些 尋寶劇情 練功劇情 或者拆散所有對手 或者會受傷 那你才好看一點 好過 好過 你看到黃小虎不停充電 沒有充電 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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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真的很悶 而你這段 我覺得有東西好看 所以說你不用錢 是別體 因為我自己 我是喜歡他分散 因為龍虎們集中在一起 實在是太強了 他們集中在一起 應該是可以掃死火人騎等 但是你分了三段 黃小虎很容易搞定合謊 黃小虎在北太極國 不知搞成怎樣 但是石一龍走過去打滾越派 他把毒王弄出來了 你毒王對著石一龍一定不夠打 你明知道石一龍不怕毒 這條人不夠打 但你從戰略上 你不是一個不怕毒的打個毒王 你叫另一個人去打個毒王 其實很荒謠 然後他打聖真 聖真又死掉了 被衛陀隊倒了 然後萬雷老母 之前說到他封在禁地裡 不認真進去 然後出了一場 被陳奧雲和白仇當小丑 那樣玩的 這個人 因為之前 馬堡版的劇情很搞笑 因為萬雷老母 跟石一龍老妖 白仇他們在打 萬雷老母是佔優勢的 然後陳奧雲突然殺入 然後石一龍想著 哎呀 糟糕了 他們的心想糟糕 然後石一龍想著 假裝陳奧雲是自己人 然後我使用萬雷老母 就不相信陳奧雲 是過來幫他忙的 打勾了陳奧雲 其實這段戲是挺有趣的 但是 相對上萬雷老母 一個你說到在禁地裡 躲起來的絕世高手 他出來就變成小丑 但是沒有的 在龍蜂門裡面 這些過場角色是很合理的 你見他叫馬雷老母 你也知道這個老母 都不放得很久了 是 還是那句 不用付錢 是值得看的 你們繼續研究一下 剩下一小時間 我們講一下Style 好嗎 前一集 我們上集回顧 前一集我們講過 孖寶版 孖寶版的結尾就是 雖然是 多重型分身 避開和三眼的決鬥 另外三枝圖也是用沙揚的患術 即是沙僧的幻術去逃跑的 是 這裏你們早期也有賺 原來今期就開回 今期叫再見孫悟空 他一開始就講迴故了 原來其實那時孫悟空和沙漫打的時候 就改了一句說 我一定會回來的 你等我 原來這句就是他們幾師徒的暗語 他們在徐經的時候已經寫了暗語 寫了很久的暗語 就是說我一講這句 你們這群友仔就馬上走了 這個是反面的暗語 而開頭回顧就是這句話 而這句話也講了這幾師兄弟去取經的時候 那個關係是多麼深厚 而他們在溫泉路大家一齊肉霸相見洗澡的時候 我相信婦女其實也是有飯開的 因為我們之前都強硬推介 如果作為一個婦女應該買細油來看 叫小口水 就是有飯開的 而今期也有這些 情感交流的場面也是有的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撤走了 就開始說回原來他們有這個秘密的暗號 暗號 另外他們也在一個地方集合 而孫悟空也跟他們幾師兄弟的暗號 他們不是集合很好笑 他們說孫悟空總會有辦法追蹤到我們 但是很久都不見他 嘗嘗說說他壞話 他很威小 你一說說他壞話 他就會突然出現 然後他們就開始說 不要壞話 然後就在旁邊跳出來 還有朱伯家就說他那些東西很小 他說你不用擔心 我們內心去等 難怪你師父今天這麼早 大師兄一定會回來 沒錯 我們可以嘗試說他壞話 通常一說他就會出現 五空其實是他很小 還要非常介意別人背後說他 然後朱伯家就說 對啊 除了小孩之外 他的東西還很小 只是比我腦朱長一點 我偷剃過 然後這個時候孫悟空就彈出來了 這些搞笑的位置其實是真搞笑的位置 你見到他們的關係的確是多密切 雖然他們只是出來幾奇孫悟空 譬如這些就是 譬如你真正朋友才會 一見面就 吵架他 對 你回家怎麼遲到 這些是你真是朋友才會出現 而他也正式退場 他就說 今次你從故事上說 他就說 他是要 魂法出來 他是要 投開 投開 不會再在世間出現 他說其實他可以 用他的能力在世間出現 但如果他一直這樣出現 他就會不停吸收一些壞的能量 變成惡靈 變成惡靈 而他這樣做 其實也是對他最好的處理 當然和仔專欄也有說他會再出現 而我這個解釋也持續了很久 我聽你說的時候 我已經想說 怎樣出現呢 我想到了 妖怪手錶 一個 金剛圈一套在手上就彈出來了 就是金鞋丟到金剛圈 那你見到一隻蟹 最後也看到一隻蟹走到金剛圈那裡 騎了一隻蟹金剛圈 對 被你當妖怪手錶 就是走到某個位置 走到某個位置 想著第一段差不多完 因為第一段故事是他們要去做魚車站 想著第一段差不多完 已經沒有驚喜再出 最後也有驚喜 就是 其經關了 很混亂 白狼一離開之後 白狼一摸摸摸 為什麼沒有了火 這次環境很混亂 原來就再開頭 即是怕失業 整個半夜做怎麼辦 又得罪了天庭的人 那怎麼辦 我打算逃跑 原來就說小宇出來 小宇就是之前龍族的女生 也是其經的本 即是其經幻化出來的女生 天遇直 再出來 這個我也蠻驚喜 因為這樣扭一扭桥是蠻有趣的 還有她那個扭桥 我在想這扭桥會不會是更加偏向一個父女的路線 加幼女 因為悟空走那一幕 白狼是看到她的 而小宇是站在她旁邊的 到底為什麼會在這個位置有個小宇出現 還有其實看回那一格 跟白狼說多謝你那個 即是她會突然有一格跟你說多謝你算不兇 但是是小宇跟她說的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到底會不會是悟空是借了小宇的身體復活了 但是小宇是沒有身體的 她是一個幻化情的 理論上是的 即是會不會她融合了同一個角色 白狼是脫掉小宇的 那個是她的身體是小宇 如果她的靈魂是悟空呢 喔這樣的情況 那這些 你的腹瀾眼開得很厲害 你這樣也能想到 大佬 大佬幾十 大佬小宇 我會覺得很驚喜 就是連本打算都沒有了 即是已經結束了 但她都這樣扭一扭巧 我覺得挺有趣 應該還有兩期 沒有記錯預算 好像說第一輯四十期完 四十 之後就等於預車站 三期下期 因為下期才是三十八 三十八三九四十 還有三期 還有 其實今期還有一個位置 就是悟空真的要先升 要去 承罰的時候 他們跟悟空說 你走 你猜自己真的很重要嗎 其實他們幾師徒 幾師兄弟都有這樣說 其實那兩頁是很溫的 你會看到 他們是有些 口眼深遠的 你會很明顯看得出 那這個是很溫的 而且廣晚很少寫到這些位置 那我很欣賞 其實今期是很精彩的 我覺得 還有你輸出場 我也有點期待 因為你廣晚很少女角是有氣氛的 譬如我上星期不是說回顧的 我本身之前設了一個項目 就是究竟上年廣場 有沒有那些女角是有氣氛的 三十四十 他有氣氛 有 有 但不重要 有 如果你這樣說 你估計很多都會有氣氛 而我想 即是上港上年 就是要舉個山下施青 很多水靈 那些 上年啊 姐姐 誰的姐姐 你啊 上年 上年 上年我沒有看那本書 我沒有記憶 你看了也不會有記憶 因為真的沒有 又來了 又來了 萬本 每次一定是打斷發病 因為剛剛那個popup也有發病 萬本提我 死神已經是更生到 63期了 但我進去萬本的app也沒有 我先把這個圖給你 你會不會直接按那個popup 它會不會彈到進去 沒有啊 沒有 它就是按了進去沒有 是 因為我以為機器是進了app 就用search的分數去search 不是 不是 我再說一次 我整一下 那 那 剛才說的那個 上年 上年 那些突出的女角 有什麼女角 就是龍龍虎湖是沒有女的 只有馬小玲 不可以 我想 其實我可以想到的 就是高翠嶺 高翠嶺 高翠嵐 高翠嵐 你想想到 高翠嵐就是之前西游 朱八戒的老婆 哦 哦 雖然她出的時間很短 但我覺得印象深刻 是 是 另一個就是 我想到的就是 山下司職 整個自己的山上 其實如果是的話 誰都可以的 平口妹妹都可以 所以你想想 你們兩個都是和仔 如果你說港曼可以講女角的 畫到有登巡的女角 有戲的女角 暫時都是只剩下和仔 所以如果你說CW出場 我也有點期待 希望有些畫面出來 話說話 現在港曼的價格是怎樣 17、18、19 18是顧仔仔 19是鐵帳 其他17的 其他都是17的 那再重新說一下 記得鐵帳 家屋辦的左邊擺盤 右邊擺盤 中間擺盤 合定盤 你真的很不慈 記者可以支持我們十七年的進步 當然 必須留意 更多詳情將會容後再公佈 如果你們可以告訴我 究竟萬本發生什麼事 那就最好了 我以為有獎品 有獎品 你想要什麼獎品 有獎品 由詩迪卓森 當然是那一句 如果你想詩迪在我們十三年網上有特殊表演 譬如說 可能是脫衣跳舞 即使不認救女孩 用你來做對象 用你各方的各種方式去留言 我們會強力勸喻詩迪去詩迪 你們試一下吧 今天就是這麼多 我們留待 借你的女兒來自販嗎 你這樣? 他有毛的暴龍 他應該不行 他的霸氣很厲害 你應該談到他的霸氣 我們待會看動漫秘密 聽而已 聽而已 沒得看 待會再見 拜拜